歷史上其實人跟瘟疫之間的戰爭 是所在多有 不過我們看到在歷史上面 可能能夠留下一筆 讓大家最稱頌的官員 應該就是蘇東坡了 他雖然仕途潦倒 不斷的被流放 可是他還可以幫助民眾去抗議 這真的不簡單 對 我們都知道蘇東坡是大文豪 不過他這個官運實在不太好 一路被貶官 他最遠貶到海南島 再貶就到海上去了 所以我們看到像海南島 這些地方在當時都是充滿著 仗力之氣 因此他曾經有一度被貶到黃州 黃州是哪兒 就是今天的湖北黃岡 不就這一次的疫情 很嚴重的疫區嗎 OK 結果在黃州就爆發了瘟疫 剛好 對 所以一千年前也是在那地方 一千年前 對 不過這個時候是1080年 西元1080年 真的差不多一千年前 但是這一次的瘟疫 不應該是鼠疫 應該是比較偏向於傷寒 所以這個蘇東坡到了這兒以後 怎麼辦 才貶到這兒就爆發這個 所以他就把他自己身邊的一個藥方 叫聖傘子拿出來 鄉欣 你覺得蘇東坡這個人 講不講信用 我為什麼這樣講 聖傘子可以助人的話 為什麼不用 但是當時他可是只將為事 因為這個要說一個故事 當時蘇東坡跟他的好朋友 一個有名的醫生叫曹谷 他們都四川人 他們曾經發下誓言 這個傘子 聖傘子是曹谷的祖傳秘方 所以曹谷說我給了你 你千萬不要給別人 但是蘇東坡現在看到 到底是要保持信用好 還是要救人為先 當然是救人對不對 所以他就把這個聖傘子 給當地的人用 後來他的弟弟在江西這邊 也遇到了疫情 那麼蘇東坡又把這個聖傘子 的這個藥方 也公佈給他的弟弟 對 所以後來 這個到了他又一次 到了杭州這邊 又遇到了這個疫情 所以乾脆他就把這個聖傘子 因為他很簡單 很便宜 裡面就茯苓或者是蔥薑 甚至是一些個豆蔻之類 很便宜的藥材 所以他就把這個聖傘子 乾脆就更正式的公佈 把這個旁安 這個名醫找來說 你乾脆就把它寫在書裡面 以後大家都可以用 那麼這個旁安 就把這個聖傘子的藥方 寫在書裡 這本書叫做 《傷寒總病論》 那麼蘇東坡還替這本書寫了去 我在想這個炒股這個醫生 不知道心裡面作何感想 是覺得我這個好朋友 如此的背信 但是又救人無數 他是一個很了不起的父母官 可是傷寒總病論 是在醫學上面來講 中文一點上面很重要的一本書 對 過去有東漢的 《傷寒雜病論》 那麼《傷寒總病論》 當然是集結了過去 很多的這個醫療的藥方 那麼這一次是蘇東坡 第二次遇到大型的瘟疫爆發 他比較有經驗了 所以除了他把這個聖傘子公佈之外 另外他馬上就有承報中央朝廷 比如說要撥下糧食 比如說要減免賦稅 還有蘇東坡開始蓋設了臨時的收容所 那麼有點像我們現在的一個應變措施 另外我覺得蘇東坡很了不起的是 他蓋了長照中心 就是他自己先拋磚引玉 捐出了五十兩黃金 五十兩黃金 我用當時的物價算了一下 大概相當於我們今天三百萬台幣 那麼他蓋的這個醫院 就相當於長照中心 他不是一直被貶官貶到了杭州 他還有那麼多錢 你要知道這個宋朝是眾文清武 他的文官是薪水不錯的 這個叫做安樂坊 那麼蘇東坡後來又蓋了藥局 惠民藥局 所以他的一心一意 都是在防疫工作 在救人 至於說當時他答應那個好朋友 炒股的那個紫薑為事 我看就算了吧 所以我們看到蘇東坡 不只是在文學上有成就 而且沒想到在防疫上也有一招 因此我覺得他真的是一個性情